正所謂的看人仆街最開心 你們看到Boxster這麼多東西做 其實特別開心 所以今天我們專程來和大家說說 Boxster究竟壞過什麼 但是我們一開始的影片都沒有了 因為這輛車是驗過的 卡科那時候出了驗車報告給我們 這輛車當時的評分是私家的 私家其實是跟Echo未噴油那輛差不多 其實狀態不算差 最主要是油漆扣得最多分 但是我們就不要說外觀的東西 大家說真的都會這樣壞 我們就說一下它的健康上有什麼問題 第一樣東西它壞的 是時撻 時撻不是穿不到車 但是我記得它鬆不切 是不是一邊穿著手 對 穿著不著穿著 有這樣的聲音 立即撻給你們看 沒有了 那時候就說和尚頭全部都有虛位 鬆 很多都是有 波箱油底滲油 那些油也是滲油 那油庫又流水 這個尾避震機又流油 全部都是花、流水 流出欠佳 那時候我小時候的成績表 沒錯 那說真的 這輛車買回來的時候 這堆東西 一來又要收拾 二來當時出檯驗車的時候 都是有些困難的 沒錯 那所以 收拾好這些東西 再換油 波箱油 波箱油格 波箱油風 那堆東西換完之後 這輛車的確是成功出牌的 但是 出了牌之後 都有一些東西要搞 沒錯 作為小丸子 問題天天都多 那你駕駛一天 基本上都會有些新問題出現 那在我們享用這輛車 我想一兩天之後 是 它的底彈又開始響了 是啊 那這次又不是和尚頭 是雞腿 那我們就懷疑當時 那輛車可能停泊太久 當它動的時候 那些感覺 哎呀哎呀 那基本上 它就走到哪裏 就響到哪裏 就好像你去 那些 cheap cheap motel 你聽到旁邊說 那它就是這樣的聲音 那所以我們 急不及待 立刻在外國 訂了四支下雞腿回來 那已經換完了 那換完之後我們又發現 什麼事 它的波箱又有問題了 是否貼Tronic的燈 錯 第二樣的 那它那個 那邊鎖電腦 就有說這個 波箱的Temperature Sensor 有問題 波箱龍 對 那波箱龍 是一串電線來的 一開五個插頭 是 那又要放過波箱龍出來 又要拆油底再裝 那這個又是盧民雙材 那但是 弄完這件事之後 那個Code是沒有了的 是 那還有呢 在B波和4波斬下 那個Warning燈 也都沒有了 是 那 那之後 你看回我們第一條片都知道 那個TipTronic 又不行了 又不行了 那原來 經過寶時捷的Technician 跟我們說 其實是接觸不良的 那接觸不良 那裡面的電線 那些白金 是 虧了 那我們就省回去 清潔乾淨 現在 應該是可以的 還有 你只是TipTronic 你那天拿不到 那個頭 對 那個頭蓋又開不到 我們現在試試看 開不開 大把東西搞 今天開不開 今天看開不開頭蓋 欸 啊 今天心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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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 那 那 其實為什麼這個頭蓋 它開不開呢 其實主要是這個鎖 因為這個 它是靠電摩打 給Signal 去打開鎖 那 這個摩打是可以的 但是那個鎖 是卡的 它又動不了 那經過師傅的DIY 就是調整過之後 現在應該是可以的 那當然 你說 不如換個鎖 固然是好 但是呢 很難找到全身 就是全部都是二手 二手的 那你二手的可能都是這樣 那沒辦法 那沒有重要的事情 先關上它 先關上它 好 你看到我們今天 新水新汗 那這輛車 以前都是新水新汗的 因為冷氣是零 沒錯 因為泵是死了 之後 塞住了 對 還有這裡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都可能會記得 這輛車的鬼面罩 是銀色的 是 那它連Temperature Sensor 就是那個溫度感應器 都被人噴到銀色 那其實 多或少 是會對它的行溫冷氣 感知 那個Sensor 是有影響的 各位觀眾 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這輛車的封口 裡面的散熱網 是要定期清洗的 所以我們現在 整條泵把拆了出來 那順便看看 這個泵把 究竟有沒有大撞過 那 so far 來看 是好像做掛灰 但是 銀的 好像沒有大銀 看看另一邊 已經拆了 這兩個 兜兜 進入風的道館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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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垃圾 有些毛 這個也可能是 冷氣不凍的原因 之前 風扇 電阻 已經弄過了 現在 看看會不會清洗 散熱網 這些東西 冷氣會更冷 之後我們拆了泵把 清洗垃圾 我還找到 一包豬肉乾的包裝紙 在裡面 清洗完 換了冷氣泵 再打個雪種 現在那個冷氣 冷的 冷了 很多車 還要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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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這麼多東西 你說現在是不是完美呢 都不是完美 真的 你看那個鼻震 這個是 Candellac 你那天去Event 你的朋友說 我那天去保市捷的維修中心Event 那裡的Tatation就跟我說 我有看你的影片 你的鼻震打了 我想 是嗎 是呀 如果不是 雖然有漏油 我也覺得 這麼舊的車 有些漏油 可能頂多一會 但原來已經這麼嚴重 難怪我們開車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燙 所以 我也急不及待 哇 新避震了 已經有 訂了四支全新的 Cony Active避震 嗚呼 那這支避震 我們還未安裝得住 真是激氣 因為呢 我訂了一支避震 訂了一些塔頂膠 避震膠 但是呢 就差一塊的門充膠 還有它的尾避震 我不知道為什麼 同一間店舖訂 它分開兩個shipment 四支是一樣的 如果沒有叫做 不是 它是頭尾這樣訂 但都是同一人寄給我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頭的到尾 尾的味道 所以呢 意味著我們明天 明天去的環港油呢 就 繼續蹲 繼續蹲 但是 蹲還蹲 它都有資格做alignment 正正是因為 它沒有什麼避震的關係 它的alignment是 度完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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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蹲蹲 它又蹲歪了 是啊 所以 為了我們明天可以駕得舒服一點 沒錯 我們還是會做多次alignment 還有給Car4 驗多次車 看看這輛車有沒有急需要去處理的問題 是 確保我們明天上路安全 這樣就 我希望它的分數應該會好一點 C plus 你覺得可以升到多少 半個距離 B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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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支避震都塗了 垃圾 你看看 真的衰得很厲害 波子有什麼可能是 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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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輛車我們已經買了回來差不多兩個月了 投放的資金也是遠超我們的預期 亦都是符合你們的預期 你們最喜歡看我們洗錢 看我們播產 做乞丐 然後呢 的確 那個分數是有明顯的改善的 波箱的問題已經根治了 那些什麼避震甚有呢 就還未攪拌 雖然組件訂了 但是在等著 所以這些是還未攪拌的 但是呢 基本上現在所有爛壞的東西 全部都是 一是避震 一是外殼 那外殼呢 基本上神愛村會搞定的 那這個就不關我們事 已經可以讓它搞定了 這個就是一隻抽 這隻抽 避震都快要換了 是差未了兩隻 沒錯 那基本上這輛車 尤其是經過我們早幾天的 就是我們輪流這樣開 我會批一個 Safe to Drive的Certificate 給它 就是你覺得是再粗起來了 即是開始避震 是開始避震 開始避震 不過那個避震真的 沒有 是 塗了的避震 真的很可憐 因為我覺得這輛車的 alignment 我們剛才看報告 是有歪的 說真的 我們對上一次做alignment 可能是兩三個禮拜之前 兩三個禮拜的alignment 不應該歪得那麼快 你可能會問 是否沒有避震好輪 那不是的 輪胎是一早避震好 我相信是應該 因為避震都歪了 沒有辦法 這個也是要等避震才能解決到 這一刻 Toe Canva Caster 那些全部是對的 走到直線了 那行了 我們明天的環島遊 應該靠得住 應該靠得住 但沒有避震 但是Cuzion 好些 我不想走 而且有冷氣 現在冷氣是十分的 你看 十分厚還是十分衰 十分good 那你也能夠收工 可以 看看之後再搏什麼 觀眾們 觀眾們 我忘記了說 就是走到掛傻 觀眾們 不知道你覺得這個Boxstar 是否你想像中的幕 還是沒有你想像中的幕 你們不要經常看到我們破產 我們已經盡忠我們的能力 去慢慢投放我們的資源 沒錯 你看看這一盒零件 你又知道有多重 沒錯 雖然有三盒機是沒有壞的 但是不適合 所以其實是花了一些冤枉的錢 但是 赤 你看看 我們多年來經營的心血 就是這裡 但是車子的樣子是沒有變過的 你不會覺得車子很漂亮 換這些東西 只是純粹是由不活 變回活 除了Like和Subscribe 還要記得按一下小鐘 有電話嗎 有電話嗎 我一直給你 沒覺得 還可以 大家拍了 每個人 都會對 這個 我真的 тер� 是